在上午三文字的时间 上午4点11分的时候 它就会经过 这件事也不只是到那时候 未到之前已经会受那些星球的影响很强烈 可以加增星球的引力和太阳的辐射 这件事有什么后果呢 可以引起火山爆发 辐射激增 地球很热 以及生态环境可能大大的破坏 还有很多人死亡 《应验圣经》所说完 就叫日后能够用火烤人 这些是会当时发生的 第四就是有不同的历法计算 包括中国的历法里面都有说到的 中国的《易经》里面 都有说到这个时候 有不同的历法计算 都说到2012年会有大的灾难发生的 他们不知道古代人如何计算 是否他们看那些星 就知道那些星怎么移动 真的很难想象 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就是Maya 他的民族叫Maya Maya 他们很明显说出这一年 第五就是魔鬼教和灵界的宗教 有很多宗教有力量 这些宗教有力量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有神的灵力量 所以在圣经里面 还有很多见证 很多人说祈祷能够医病 从来没有那些魔鬼 观音、佛、奉佛祖的名 说耶稣 没有人 没有人说这个人被耶稣附了 看这个人实常 从来没有 但是耶稣 我试过和人说观音 的邪灵 他契了观音 当你一趕的时候 你变成什么呢 那个年轻人是很乖的 他回来我们教堂 他开始认识耶稣 后来我知道他契了观音 台皇帝先 当我和他说观音的邪灵的时候 他在那里典 和敲叫 敲叫的时候 他的手指就爪 好像狮子那样爪 地下是一些纳的地下 一爪的时候 他的手指全部都黑了 里面有一种咆哮的声音出来 很多这些灵界的宗教 他们有接触灵界 中国的道教 那些道士 茅山术 都是接触灵界 他们真的有力量 上路也有很多这些见证 很多人去打坐 灵魂出竅 呼叫那些邪灵 我上个星期跟你说的一个人 以前魔鬼教 他说到 在玩个蝶仙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 就被邪灵上了身 上了身 怎样知道之后 后来就瘋了 六个月之后 他听到一个消息 因为他不是和他好朋友 所以他不知道他的消息 但是呢 是听到这件事 他做了什么事呢 在麦当劳 在公开的场合 走上麦当劳 在桌子上 帮在那里 大便 脱了一条褲 是女人来的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真事 之后就再听不到他的消息 邪灵是真实存在的 另外一次 在1993年 就是当时有一些星球的排列 就是 些少 他说那时候那是小排列 这个是大排列 这个是极大的排列 因为二万六千年星一次 那么呢 他就在一个湖边呢 有五个 他做了五个星 就是魔鬼的星 每个人站在一个位置 就读 这个魔鬼的经 读这个魔鬼的经 读这个魔鬼经的时候呢 每人读一句 在每一个位置 五个位置 当他没读完 已经有一直译在一个湖里出来 这是1993年 他们说 很多魔鬼教的人 都同时去做这件事 那他出来之后呢 他就 上个礼拜也有打电话 完了之后 我们一起打给他 那他这个礼拜也有时 打给我 有时我打给他 就是问他更多的事情 他就看到一只狮子 翻光的 好像很漂亮 在湖面上出来 那女孩叫Fitti 看到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他就跑过去 他们说不要跑啊不要去 因为他们站在五个星那里 就是他们的宗教 不要跑去那里 因为你离开五个星那里 你得不到保护 当他跑的时候呢 他的狮子就变成了人的样子 就是发光 但他一跑的时候 他就打开他的双臂 一双臂打开的时候 发觉他有一个很大的黑暗 他整个地方全部变成黑暗 一抱着他的时候 他就听到他们大声哭叫 而这个人呢 我所认识的 他当时就进入一个灵界的现象 他就看到下面是地獄 上面是天堂 他就在中间那里榴莲 在那里榴莲 然后他就出回来 出回来之后呢 他们就送那个女孩去医院 那女孩是什么事呢 她的背脊呢 被魔鬼抱过之后 她的背脊全部抓伤 他说那些医生说 这个不是人抓伤 是野兽抓伤的伤痕 那些人在地上都是说的 他说那些邪灵 好像我们看的那些野兽 其中有一个video 也有拍过那些兽 好像那些日本很喜欢做的怪兽 那些丑恶 还有不平衡的 左右不平衡的 左右眼不同大小 左右鼻不同大小 是非常丑恶的 那些事情告诉我 这个世界真的有灵界 那他说最快接触邪灵的 是什么呢 就是蝶仙 他就会很快说话 但是你千万不要试 因为这个是非常银行 他可以上了你身 就会搞要你的 但是 这个世界真的有邪灵 就证明什么呢 真的有神 因为邪灵 没有可能会做到 一个这么漂亮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非常美丽的 就是很美丽 很慈爱 神是充满慈爱 就是邪灵 不会做到一个世界 就是那些人 被邪灵上身 是发神经的 他不会做到一个世界 那么慈爱 那么美丽的 所以我们看到邪灵工作 我们知道 真是有神 神真是保爱 神是充满慈爱 你看到那些孩子 是很开心 很有趣的 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动物 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 在人类犯罪之后 那些动物就要互相残杀 要吃 但是你看到他们中间 都是有很多爱 而且那些动物 如果人养大 它是和人很友善的 我们看到神所做的爱 都是很美丽 神是美丽的 所以这个世界有邪灵 证明是真的有神的灵 是真的有邪灵 因为很多人 他们会教人如何接触邪灵 以及教人如何灵为出竅 是有书教 有广座教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如果你不信 我会示范给你看 我会叫你躺在这里 以后你的灵魂出现了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背脊 出来的 我告诉你 你真的看到这件事是真的 他说你不信 你走来 参加我们这个训练班 你就会经历到的 真是证明人 是有灵魂 和有灵界的 他们就会看到灵界 他们就会说不要理他 但我们知道 他们没有力量 所以他们会看到邪灵 但我们如果信耶稣人 就不是看到邪灵 就是邪灵不太近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有魔鬼的作为 就知道有神的作为 而2012年 这个排列 魔鬼教和很多接触灵界的人 他们都会很活躍 去呼求魔鬼 到底会带来什么 后果呢 我们不知道 这个后果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还有也可能 神是用这件事的 圣经又说了一件事 耶稣出生的时候 有什么发生 耶稣出生之后 有几个博士由东方来 他来了之后 怎么做呢 他就看到一星 那星又带着他 神是用星体的 星体是神所做的 就是神会创造星体 是我们可以看到星体的作为 有些人去研究 他研究到 看到神透过星体 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到底这些星体到时有什么事情 是否神所使用这些方法 容许魔鬼有更大的作为 敌基督的出现呢 我们这里的经文 就讲到基督 我先叫你圣经 你是不是已经帖了呢 我们帖了 我们就一起读一下 贴纱人家后书 贴纱人家后书二章三节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灵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陈伦之子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招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难阻他的事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 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的人 早已发毒 只是现在有一个难阻的 等到那难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人 必显露出来